欢迎来到爱家好医生 有人一紧张就想上厕所 这样算不算是肠躁症呢 肠躁症这个词呢 很多人可能听过啊 也叫大肠肌躁症或什么的 但是它真正的症状 真正的定义是什么 还有没有治疗的方法 其实一般人可能都不太清楚 有些人明明自己有肠躁症 就忍耐忍耐 也很少去看医生 所以今天我们就借由这一集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肠躁症这个疾病 我们邀请到的是肝胆肠胃科 张震旺医师以及家医科 曹玉婷医师 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嗨 张医师 曹玉婷 你好 嗨 张医师这个肠躁症 是不是它的全名就是大肠肌躁症 还是肌躁症 还是不见得 不见得 因为翻成中文跟 就有时候会大家翻得有点差异性 对 因为Uribal Syndrome 当然就是 你要翻成A或B这样 刚讲的主任讲都可以 都可以 因为有时候在网路上 会看到人家用这个大肠肌躁症 对 然后可是我又不太确定 这两个在医学上 是不是同样的通用 其实都算是一个 功能上的肠胃机能障碍 对 对 就大家一般人听到这种 急躁啊 急躁啊 就觉得 所以肠躁症就是拉肚子 但其实不见得 只有拉肚子 对不对 对 不一定 就是我们其实会 临床上会分型 不能说有的就是便秘型的 腹泻型的 然后还有交替 另外还有那种不确定 你还没办法给它分型这样 好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位 这个VCR的主角呢 他就对自己的肠躁症的症状 非常的恐慌 非常的担忧 我们听听看 大家好 我是签主 我有肠躁症 我有一次跟同事一起 坐公司的公交车上班 那那个人是公司的护士 然后就在聊天当中 他说 你的肚子怎么有声音 这可能是肠躁症 因为离那个 午餐时间已经有一段距离 可是你的肠子的蠕动 还是非常的快 这个肚子有声音是属于 不确定行吗 我很少听到有这样的一个主述 它可能就是 其实肚子有声音 可能要分两个问题来讨论 第一个是说 它肚子里面的空气跟水 可能这个比例的问题 它可能真的有脏气 然后水 那当然就比较容易声音 第二个是说 它这个蠕动的快慢 如果蠕动太快 当然也容易有声音 那这当然就是 蠕动快慢跟里面的东西 也跟它 第一个是不是真的 就是它的饮食内容 对 它是不是过去肚子有开过刀 像有些人 有些常沾黏啊 还有就是它本身就是刚刚提到 它可能真的太紧张 所以蠕动速度就是真的很快 当然声音就会比较容易被听到 所以 这种蠕动速度很快 然后造成常会有肠胃道的 的这个声音 或者是 它是没有说不舒服 但这个是肠肇症的警讯之一吗 还是其实不常见 应该不算警讯啊 不算警讯 对 但是也其实是蛮常见的 蛮常见的 因为这些人在发作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大便习惯改变嘛 还有时候想去拉肚子 那时候真的蠕动起来就蛮恐怖的 了解了解 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肠肇症 我就说那是什么 他就说你会不会很紧张 然后他讲话他就一直笑 他说对你们那里很紧张 那因为我是做秘书的 常常都是很忙 所以他就跟我说 叫我要放轻松 那后来就叫我要去看肠胃科医生 曹医师这个跟他的工作形态会有关 就是长照症会有某种特别的职业的人会得吗 其实因为它是一个功能性的问题嘛 那我们发现其实很多病人啊 他是工作形态的关系 或者是生活压力比较紧凑 生活压力比较大 生活步调比较紧凑 那就很可能会在这个压力来的时候啊 或者是紧张的时候啊 那这种肠胃的问题就发作 像刚刚有提到说 不管是便秘型的啦 或者是拉肚子啦 或者是肚子痛 大概都容易被外在的这一些情绪 或者是压力给诱发出来 所以通常我们都还是会建议 有长照症的病人 要尽量地去调整自己的这个身心 生活形态 这样他就只能当我们这种内科医生 那不能当外科呢 他再刀 他这个 上刀就想上厕所 这样好像不太OK 内科医师有时候压力也很大 内科至少可以说 也很紧张 我要去上厕所 外科没有办法 是 在工作形态可能就要挑选一下 对 真的 我一直以为就是偶尔拉拉肚子是 可能就是吃坏肚子或怎么样 直到我们公司的护士说 我有长照症 我才第一次听到长照症 像他这边就有讲到他 三不五时就会拉肚子 这可能就会让医生去怀疑他有这个问题 对 对 会联想到 但是我们长照症还是把它定义成 所谓的一个功能上的机能障碍嘛 所以大部分还是会考虑到说是不是真的有一些 简单特殊的检查 然后来排除其他疾病 那才能说他就是长照症 嗯 了解了解 就是回来台湾之后去看肠胃科 吃了什么药我也不记得 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反正他也没有太影响我 我后来也没有继续吃 反正就医生就说你不要太紧张 如果那是个性使然的问题 我觉得只能慢慢调整 也没有办法怎么样一下子就立竿见影 刚才张医师有特别提到 长照症有便秘型的拉肚子型的 还混合的 还有不分型的不明的 那总不能拉一次肚子就说自己是长照症 所以他一定有一个定义对不对 对 根据我们目前比较新的诊断的定义是 大概就是患者在这半年内 有大概反复性的一些腹痛或肠胃道的不舒服 腹痛 肠胃道不舒服 然后至少发生有三个月以上 三个月以上 然后每周至少一次 每周至少一次 对 然后还要包含说以下三个特征里面的其中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你发作完之后大便习惯会改变 然后你的这个频率会改变 习惯改变就是从 本来可能腹泻 腹泻变密 或便秘变腹 对 然后他的这个刚刚讲这个频率改变 然后一天拉三次变三天拉一次 对 有可能 然后大便的pattern就是他那个形态会改变 是 是 对 那这样才算是长照症 当然我们还是得排除其他的可能疾病 那会不会有一个比较这个 你会觉得他有某种特质 比如说今天来的是女生 看起来特别的紧张 有什么人格特质是你觉得 在搭配刚才那些条件我觉得你就是 对 就像主持人说有些女孩子 年轻的 或者说工作形态看起来比较紧张焦虑的 有时候在门诊跟他对谈 把他讲的话就是又快又急 然后就大概都我们听他讲 可能比我们讲还要多这种 这种可能大概就是比较可能会长到 这边就一位啊 女生说话很急促 然后看起来非常的对不对 压力 工作压力大 对 压力大 对 不过说没有症状所以不算 对 因为有调节压力 对 所以他可以借由调节压力而让症状改善吗 还是说一旦踏上长照症的 这个列车就不会再停了 其实当然压力调节还是很重要 因为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呢 就是压力 过高的压力可能会诱发我们的免疫系统 自体免疫系统 然后去攻击正常的肠道细胞 那这样子的话刚刚张医师所提到的一些腹痛腹泻啦 或者是这个肠道排便习惯改变 它就可能会恶化 所以我们还是会鼓励呢 如果你除了这个饮食的内容之外 压力的调节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就是你工作一定都会有压力啦 大概没有人会说我工作都没有压力 或者是我生活都没有压力 可是怎么样的去适度的调节 例如说有一些个人的兴趣啊 然后例如说有充足的睡眠啊 有良好的规律的运动习惯 都可以帮助调节压力 因为病人可能听到你讲说 又要调整睡眠 又要调整瘾 又要运动 又要按摩 他可能会很慌 有没有什么第一个 就是第一个先做到的 你觉得哪一个是最重要 我认为还是要有良好的运动习惯 运动 对 你觉得运动其实同时可以抒压 又可以让他肠胃的这个蠕动 比较这个有节律 对 那也不一定要是很激烈 很剧烈的运动 可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生活心态 都是久坐 那光是这个久坐 就是一个很值得改善 你就算是工作 像刚刚我们VCR里面是秘书 他可能要一直用电脑会打电话 可能我们就会提醒说 你四十分钟五十分钟到 就像小学生下课有没有 你就要起来走一走 跑一跑 那或是说吃完饭之后 也要走一走 不要马上又接着坐下来工作 那这一个药 有药物的部分吗 其实在长照症药物蛮多的 但是就是要看你是哪个分析 是 那但是其实就一般的人也 其实吃得下 大的出来 小便小出来 这都很重要 所以一般的话 如果说拉得很厉害 我们就会给他一些药物 所以当他这症状改善的时候 我们就要跟病人说 你不能再用药了 要不然他真的一直卸下去 又便秘了 对 对 这样就不好 所以很多药物其实都可以使用给病人 那有包含说 就是让大便比较成型 减缓肠胃的一个蠕动 这些可能还有就是刚刚讲的 那个压力太大嘛 可以给他一些放松的一些药物 这些可能都有帮助 但如果碰到这种交替型的 那你怎么办 就是有的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 有时候要吃 有时候要赶快把药停掉 是真的要让这个病人很明确知道他吃到药是什么功能 对吧 对 所以肠造症很重要的就是让病人知道它是什么一回事 就是说就像人家说活在当下 他料理他自己的情况 知道说他目前就吃肠造症 没有其他的疾病癌症 他可能就会心情比较放松 那至少潜意识下他会比较不那么担心 那上次在发作的时候就是这样讲的 就是给他药物控制 那只要回到正常的时候 其实他可以减缓你的药物 不用一直吃 甚至你自己调试得来 都不吃药也没关系这样 那会不会有些人把肠造症跟自律神经失调画上等号 那是不是也有 我不太确定了 有没有一些自律神经失调的药物之类的 有 就是有一些会调整你的这方面 然后他就会放松 然后就会改善 你会开给病人吗 比如说他看起来就是有一个焦虑的状态 他抗焦虑药或是失眠的 或是 对 就是像睡不好的 那可能会就是给他一些放松 舒眠这样 不一定要到安眠药 是 是 对 那他可能睡得好 就像刚才是说的 他睡得好 然后饮食习惯再加上运动 整个过去病人就改善了 是 所以我倒是再多问一个 那益生菌到底有没有用 因为现在所有人只要想到肠胃问题 就想到益生菌 益生菌对肠道症当然要看它是哪一型的 其实有些益生菌对这个便秘比较有效 有些对腹泻比较有效 那当然就是在选用上也要注意 那第二个是说跟个人的体质有关系 第三个是说 我们当然不能排除安慰剂的效果 就是说你给他吃一些药 他或许心情就要缓解了 就改善了 尝到现在好像有好菌在帮我安定 身心 然后就觉得自己压力比较轻松一点 这也是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饮食这部分真的是很困难 因为你每天吃的东西种类很多 真的有哪一些饮食上面的限制 或者是哪些鼓励吃的食物吗 是 现在其实有一些研究就是针对这种肠造症的患者 他用怎么样的饮食内容可能比较适合 那今天就是要介绍给大家一个 叫做低负敏的食物 这是研究发现说 在肠造症的患者 如果你吃了一些比较富含像果糖 然后糖醇这一类的食物 它就比较容易会产生这个症状的恶化 果糖 所以像台湾那种水果超甜的 果糖是不是就很多 所以其实等一下会跟大家列举几个 就是可以吃的跟不可以吃的 那研究也有发现 在这个英国跟澳洲的研究都有发现说 在使用这样子的这个低负敏的饮食之后 大概五成到八成的人 肠造症的患者 他的症状会得到缓解 会改善 太棒了 对 所以那因为那个食物列表非常多 大家有兴趣可以再仔细看一下 不过我就这边跟大家说明几个比较常见的 像蔬菜的部分 如果有肠肇症的患者要吃低负敏的食物 可以选择像是高丽菜 茄子 胡萝卜白萝卜 菠菜 番茄 木耳 小白菜这些 那哪些不适合呢 就是芦笋 花椰菜 大蒜 洋葱 金针菇 山苦瓜这些 其实都是蛮健康的这个蔬菜 但是如果您是有肠造症的这个症状的话 确实就还是要在当中做一些挑选 不过观众朋友不要想用什么你的逻辑去判断哪一种 都白色的不能吃 绿色不能吃 没这回事 但是刚刚可以听到这两种 我们很难归类 它其实跟里面的成分有关系 是 刚刚说有一些就是糖醇 或者是果糖类的 对 这张表真的 我们爱家好医生直接把它放在我们网站上好了 可以 对 让大家可以下载 因为不是你的逻辑上面可以猜得透的 但是里面的成分 经过曹医师跟我们的解释 我觉得是一个你以后对肠造症饮食上面 一个很棒的指标跟指南 好 所以我们刚刚针对肠造症的朋友们 我们有生活习惯的调整 药物的帮助 还有饮食上面这样的一个改变之外 在那个紧急的当下 我现在就是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 让我身体听我的话 我现在正在开会 我正在开刀 我不能就这样跑厕所 对 如果当然是腹泻型的便秘就没差 对 可是如果说它本来是便秘型 突然间可以出到拉肚子 对 那就真的是有点麻烦 那当然 这些病人他去上个厕所 可能症状就会缓解 如果允许之下 当然还是让他可以放松一下 那真的不行的话 当然就是假设他已经预期到 譬如说他接下来有很重要的工作 我们当然可以建议他 你可以试使用一些药物控制 或许有一些按摩 肚子的按摩放松 或许会有些 对 你刚刚有讲到按摩 是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我们肠胃蠕动比较慢的话便秘 我们的肠胃正常的蠕动方向 它就是顺势中的 所以我们会照这个方向来建议 做一些按摩 那尤其是在比较少活动的 像我们刚刚说到都久坐的 或者是久站的这样工作形态的族群 很常会活动量不足 导致肠胃蠕动也差 那我们就会提醒 你就变成一个习惯 你虽然在做的在工作 可是你就动一动一动一动 那刚刚黄医师问到说 这个很紧张 或者说胶感神经失调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那当然医学上的研究 还是有很多在进行 可是有一些小技巧 我觉得是民众或是病人 可以参考看看 例如说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做腹视呼吸 对 它可以帮助 刺激我们的每一种神经 也就是腹胶感神经这个系统 那让我们会紧张焦虑 这些是比较胶感神经系统 所以当我们做这个腹视呼吸 然后很深的呼吸 深沉的呼吸的时候 就有帮助让这个腹胶感上来 然后这个胶感下去 那本来紧张焦虑的状态 通常就会改善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 可以救急用一下 或者是每天睡前养成习惯 来练习一下 对 腹视呼吸一定要事先练习 当场紧张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做 一般来讲都是说 你如果能够找个时间你躺下来 然后你一只手放在胸口 一直放在肚子 然后你感受到你深呼吸的时候 是整个肚子是鼓起来的 对 然后这样就是好像是整个横渠模式 往下压整个肚子 是这个肌肉是可以把你的气吸到最薄 然后再慢慢吐气 那先了解这个腹视呼吸的感觉之后 那再来就是频率了嘛 那频率的话网路上有很多种说法 有什么似似似似的 就是吸气属似 憋气属似 吐气属似 再憋气属似 那有些人觉得这痴痴是正方形嘛 那就是这样 这种想象实在太不舒服 我觉得唱歌是个不错的方法 唱歌哦 对 就是唱歌 腹视呼吸这样唱 其实有些病人它 是可以缓解它的情绪 真的 就是开会不能唱歌 对 我当时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不是我发明的 就是你记不得到底要吸几下 吐几下 憋气几下 它说你就用爬手指的这个方式 你就用一只手逼物 然后一只手呢 就是这样爬山 爬你的手指头 往上爬就吸气 往下爬就吐气 往上爬就吸气 往下爬就吐气 那当然这每次吸气吐气 都是刚才这种 腹视呼吸的方式 那你就从这边走到 走到小指头 再从小指头走回大拇指 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让你有这个 腹脚感神经的这个刺激 然后让或许 可以让你目前很紧绷的 你转移注意力了 情绪还有想上厕所的感觉 能够被转移掉 也有一种建议是 因为搭配我们 原本正常生理的呼吸形态 是吸气的时候 跟吐气的时候 大概1比1.5 1比1.5 对 所以这样子的方式 再搭配刚刚这个爬山的 可以让你专注 我觉得应该是个不错的做法 对 你怕我这样 爬太快 对 呼吸越来越起簇 哪有放电流几几棒 不能碰到 对 碰到因为触电 最后也要请教一下张医师 肠肇症的变化多端 有腹泻有便秘 那会不会有其他的疾病 会隐藏在这个肠肇症后面 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 对 就是不要把所有的肠道疾病 都当作是肠肇症 当你病人来的时候 他有这个贫血 不明原因的贫血 然后他有这个体重的减轻 然后他甚至他有加度病时 就是这个大肠癌 那千万不要忽略的 一直把它当作肠肇症 该检查还是要检查 大肠癌也是会有排便习惯 对 改变 对 这个就会跟刚才讲肠肇症 有一点点像 但他有其他症状 是让我们非常小心要很注意 对 了解 好 所以我觉得肠肇症 其实它不是一个 只是单纯肠胃道的问题 它包括心理 包括你的个性 包括饮食 我觉得有很多重的方法 可以让你的肠肇症 不再造成生活的困扰 那我觉得今天这一集的内容 应该可以帮助到很多 身边的朋友跟家人 或者是你自己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两位医师 谢谢 经过今天的节目 我不知道大家看完以后 觉得肠肇症到底是 肠胃的疾病还是心病呢 说老实话 这两者是分不开的 我们的自律神经系统 控制了我们这一些 肠胃的蠕动 或者是心跳跟血压 我们的意志力 没办法控制它 但是相信爱我们的神 可以在我们的心中 去掌控它 也就是说 借由上帝的爱 借由属天而来的平安 我们的自律神经 也可以安安稳稳地工作 希望大家今天这一集内容很有收获 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订阅爱家好医生的脸书 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你想要听到的医疗主题 也可以订阅爱家好医生的YouTube channel 看我们过往制作的精彩内容 大家平安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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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